美籍夫人于一鸣七十多岁的台湾籍老夫人 两人男演开心情绪 仅仅相拥合照 因为他们分隔台湾与美国两地 半世纪后才又再度相见 于吊中男演喜悦 她就是照片中美籍女子 小时候的台籍保姆陈岳焦 警察找上门才知道 原来年轻时担任来台一对美国夫妻保姆 帮忙照顾四名儿女 没想到53年后还有机会再见面 警政署防治组接到琳达的协讯请求已经是十三号 眼见琳达二十号就要回台 只能从她带来的照片 以及当时保姆陈岳焦的名字 向护证单位寻求协助 过滤两百多笔资料 才终于顺利找到她 手上拿着琳达父母过去曾寄来的照片 口气相当感慨 却也满是喜悦 这次多亏警政署帮忙 让跨海巡人任务圆满成功 接着杨子健 陈志芳 台北报道